今年下半年开始 裁员、官城、拖欠货款等 成为了社区团购老玩家们的关键词 在同城生活宣告破产后 同属老三团之一的石惠团 似乎也走上了和它同样的道路 日前 有媒体报道称 石惠团货将在未来的两到三周之内 将湖南所有的网格舱关停 并且预计在年底关闭在大本营长沙市的所有业务 我上午刚到公司 下午就被通知辞退 还被迫签下了主动离职的协议 11月份的工资还有80%未发放 还有员工表示 石惠团的裁员一直在持续进行 公司最初上万人规模的员工团队 目前已缩减至不足1000人 小张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12月17日 他照常到公司上班时 部门负责人却告知他 20号公司要裁人 小张透露 从8月份开始 东北区域的业务 以及青岛城市圈的业务 就已经被公司外包了 但是包邮商城的业务负责人 告诉供应商们 公司裁员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战略性撤退也是寻找更好的方向 包邮商城还是公司未来将要发展的重新业务 一位前员工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实惠团在湖南流洋全线的服务站都已经关闭 服务站老板也不愿意干了 因为单量少 亏本 各站点团长们的提现时间 也从之前的三天以内变成了现在的三到七天 被拖欠货款的实惠团供应商们 以及被裁员的前员工都向财经天下周刊透露 直至目前为止 实惠团还没有给到他们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